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我们学校的立校之本 就是诚实守信 在你们一年级进校的时候 我就说过 做人要讲诚信 看你倒好 摩迪考试竟然带小超 这种行为是非常可耻的 你以为这种不真实的成绩 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吗 带不来任何好处我告诉你 弄虚作假 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你这种行为啊 就是自欺欺人 老师 这个小超真的不是我的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你就掉在我桌子前面了 但是真的不是我超的 你不要狡辩了 老师 我 好了 你先回教室吧 这件事情 我们会通知你家长的 我都要是多有留心 是真的 我都要有留心 我都要留意 不是我义 那么 haircut 我都要留心 我又不是说 么 赵慧晨 跟我过来 你干吗啊 李山河 我告诉你啊 赵慧晨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的什么好事 我现在就给你一次机会 老老实实地去主任那 交代你的仇事 要不然 要不然什么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李山河 你要是再这样我去告常老师了 是啊 我就怕你缩头缩脚都不敢告 我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别以为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 我就怕你 老师都已经认定了 就是叶桑鱼在作弊 他这个笨蛋连作弊都会 说谁笨呢 你凡事都要讲证据 你哪只眼睛看他是我了 你有什么证据啊 你别以为你有几个钱 都可以仗势击人 你不会想打我吧 小朋友才大人 我临山河 是一致举手 大家赶紧坐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 不去忍错了 我根捷你 也讨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